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网络上发布内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纪手法 否则可能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还会摊上官司 我们今天要讲的两个案例就与网上发布不当内容有关 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 严婷婷今年26岁 身材高挑 肤白貌美 和所有爱美的女孩子一样 严婷婷十分注重穿衣打扮 平时也喜欢在社交平台发布自己的照片 一天 严婷婷正在微博翻阅网友对她新发照片的评论 突然 收到一名自称是周坤的网友发来的私信 对方称 有人在网上冒充她 起初 严婷婷以为对方是为了搭讪 直到网友周坤发来很多他人冒充严婷的截图 严婷婷这才大惊失色 到底是谁在冒充自己 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呢 严婷婷在截图中看到 她的脸被披在别人的身体上 这个人身材火辣 穿着性感 摆着诱人的姿势 发布人称 这是她本人的照片 据周坤说 这位冒充者名叫佳佳 是她游戏圈的好友 由于佳佳经常在游戏群里发自己的美照 很快就成为了圈里有名的女神 而周坤也是佳佳的众多爱慕者之一 谁料有一天 周坤在欣赏佳佳美图的同时 机缘巧合发现了佳佳的秘密 周坤告诉严婷婷 一天她像网上一样 在游戏圈浏览女神佳佳的主页 突然她发现 佳佳的一张照片角落里 有一个微薄水印 周坤本以为 自己找到了接近佳佳的办法 于是就顺着水印搜索 发现了一个微薄 而这个微薄的主人却叫严婷婷 而不是佳佳 莫非佳佳用的是一名 几番观察后 周坤发现 她平常在游戏圈看到的佳佳照片 和严婷婷微薄上的照片 只有脸是一样的 穿衣风格和拍照姿势截然不同 周坤仔细对比了游戏圈的照片 和微薄照片的清晰度后 她怀疑 游戏圈佳佳的照片 是电脑合成的 莫非 佳佳用自己的脸 和别人的身体 合成了一张照片 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一猜测 周坤便以赠送礼物为由 在游戏圈 要到了佳佳的手机号码和地址 根据佳佳提供的电话 周坤搜索到了她的微信 结果发现了更大的秘密 周坤添加佳佳的微信后 仔细流览了佳佳的朋友圈 她发现 佳佳几乎不在朋友圈发布内容 只有几年前 一张清晰度不是很高的自拍照 这张自拍 美颜程度极高 但是 还是能看出 这和佳佳在游戏圈发布的照片 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在结合搜索到的 盐婷婷的微博 周坤隐隐觉得 自己一直以来清末的佳佳 根本不是她本人 而是另一位女子 盐婷婷和其他女性身体 移花接木合成的虚拟人像 为了证实这一猜想 周坤当机立断 将此事告诉了盐婷婷 这也就发生了 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得知此事 盐婷婷极为震惊 马上赶往派出所报案 警方通过周坤提供的信息 很快找到了佳佳 并将她带回派出所审问 那么这名冒用者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她为什么要盗用别人的照片 冒充自己呢 原来佳佳名叫王平 今年28岁 王平称 他长相频频 不爱社交 平时就喜欢宅在家里打游戏 游戏名佳佳 王平的游戏打得非常好 每次在游戏圈分享战绩后 底下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 评论夸赞大神之类的话 渐渐的 随着在圈内的名气越来越高 评论中有不少人 称啊 想一睹大神的真容 每当看到这类评论时 王平都暗自赶上 想着自己要是长得好看的就好了 这天 一条微博吸引了王平的注意 只见这条微博的照片中 一个美丽大方的女子 对着明媚的阳光淡淡微笑 照片中 女子较好的面容 让王平羡慕不已 她心想 如果自己也长得这么好看 那么 自己在游戏圈的名气就会更大了 王平点开这位美女的微博主页 发现 她虽然时常在微博分享自己的照片 但粉丝数量并不多 突然 一个念头 在王平心中一山而过 倒图 也就是将这个美女的照片 当成自己发布在游戏圈 为自己的游戏圈增加点赞评论量 而这个美女就是颜婷婷 王平说干就干 她在微博上保存了颜婷婷的照片 接着 在游戏圈发布 果然 倒用颜婷婷的照片后 王平的点赞料迅速增加 但是 这并未让王平感到满足 之后 王平又用软件 把颜婷婷的脸和网络上 各种性感女性的形象 合成为一个虚拟人物 又把合成的照片和视频 发到自己的游戏群里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一时间 游戏圈里的网友 纷纷对王平献殷勤 更是将王平称为女神家家 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王平 逐渐沉迷于此 她十分关注颜婷婷的动态 只要颜婷婷新发布照片 王平便立刻同步到 自己的游戏圈动态 一段时间后 王平的粉丝和收到的礼物 也迅速增加 由于网络玩家的圈子相对封闭 王平盗用颜婷婷照片 一直没有被发现 直到粉丝周坤 注意到某张照片的角落 有颜婷婷的微薄水印 这才挖出了颜婷婷的微薄 至此王平假冒颜婷婷的仪式 终于真相大白 颜婷婷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立即将王平起诉至法院 法庭上颜婷婷称 王平贸用自己的照片 博取关注 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权 而且王平还将自己的照片 和他人的尺度大的照片进行合成 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 要求王平给予相应赔偿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 肖像权 关于肖像权 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019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丑化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 使用 公开 肖像权人的肖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肖像作品权利者 不得以发表 复制 发行 出租 展览等方式 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白案中 王平未经严婷婷本人同意 利用严婷婷的肖像 编辑制作了大量 令人产生浮想的照片 并在游戏圈发布 通过盗用严婷婷的照片 王平先后收收了粉丝的大量礼物 具有相当的主观恶意 同时 由于游戏圈的相对公开性 以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等特点 上述信息足以使他人 对严婷婷的道德品质等各方面产生怀疑 这使严婷婷社会评价降低 对其名誉造成实质损害 因此 王平的行为 构成对严婷婷肖像权名誉权的侵犯 王平应当承担相应的名事责任 民发典第179条规定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8.赔偿损失 9.支付违约金 10.消除影响恢复民意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最终法院判决 王平即刻停止侵犬 并在发布严婷婷照片的游戏圈上 公开事实赔礼道歉 赔偿严婷婷肖像权损失 精神抚慰金和维权费用的 共计5800元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 王平的粉丝 知道自己受到欺骗后 纷纷取消了对王平的关注 王平的女神梦碎 王平为了获得游戏圈 更多粉丝喜爱 也获取大量礼物 选择盗用她的照片 欺骗网友 结果侵害了他人的权益 遭到起诉 还承担了相应赔偿 令人唏嘘 然而 接下来的案例 当事人在朋友圈 发布他人照片 并附上小三等言论 所以惹上了官司 最终 法院却宣判 其并未侵犯他人权益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妻子发现丈夫有第三者 丈夫答应前去分手 并让妻子在家等他回来 然而 王慧珍这一等啊 就是两年 顾鹏离家后 除了每月打给王慧珍生活费 以及电话慰问一下孩子的情况 婚外勤 以及外出不归的事情 闭口不打 两年后 第三者的家人 却突然上门找妻子要人 妻子忍无可忍 在朋友圈发布第三者的照片寻人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王慧珍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原告竟然是之前 权无下落的周荣 第三者和丈夫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又为何要状告妻子呢 虚拟空间的真纠纷正在播出 一天下午 某小区居民楼内 爆发了激烈的叫骂声 只见几个人围在某单元楼道内 对着屋里的一名女子破口打骂 为首的中年男子指着那名女子 怒气冲冲地吼道 顾鹏在哪里 你们把周荣草哪儿去了 不把他交出来 你们休想过安山日子 而被骂的女子眼圈泛红 似乎一肚子尾 我不知顾鹏在哪里 周荣也不在我这儿 你们要找 就找顾鹏要人去 听到女子这么说 男子并未作罢 一个箭步向前 抬手就准备打人 围观的邻居见状 及时将男子拉住 看到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男子怕把事情闹大 灰溜溜地走了 那么两人口中的顾鹏和周荣是谁呢 男子为什么说这名女子将周荣藏了起来了呢 要了解这一切啊 还得从女子的婚姻说起 女子名叫王慧珍 今年35岁 十年前 25岁的王慧珍 惊人介绍 认识了比她大七岁的丈夫顾鹏 顾鹏是一名驾校教练 王慧珍则是一家小公司的文员 双方接触后啊 都觉得各方面都比较合适 彼此也都到了试欢年里 没过多久便结了婚 婚后啊 王慧珍生了一儿一女 她便辞职在家带娃 两人的日子过得非常不错 就在她的婚后第八年 王慧珍发现 丈夫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怀疑 丈夫出轨 于是这天 王慧珍偷偷守在驾校门口 想一探究竟 不想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在驾校旁边的小树林里 丈夫正和一名女子搂搂抱抱 王慧珍犹如五雷轰顶 她本想冲上前去痛骂丈夫 可是一想到两个孩子 太犹豫了 思考再三 王慧珍决定啊 先将两人的奸行拍照留证 自己单独去找第三者处理这件事 给丈夫改过自新的机会 经过几天的跟踪 王慧珍发现 这个第三者是丈夫驾校的学员 每天练完车 两人便会找时间私会 这天啊 王慧珍找了个借口 让丈夫早点下班接孩子放学 自己则守在驾校门口 没过多久 第三者就出现了 王慧珍立马堵住了他的去路 在王慧珍的逼文下 第三者称 自己名叫周荣 知道顾鹏有家事 但因为喜欢顾鹏 所以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王慧珍告诉周荣 自己已经拍到了两人私会的证据 希望周荣能主动离开 周荣请求王慧珍 不要将照片公开 并表示啊 会离开顾鹏 接着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家校 王慧珍原本以为 只要周荣消失了 丈夫自然会回心转意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出乎了王慧珍的预料 一天 王慧珍像网上一样 在家中做家务 可是直到半夜 还不见丈夫回家的声音 王慧珍急了 不停地拨到丈夫的电话 可丈夫始终拒绝接听 几天后 顾鹏给王慧珍发来一条短信 你找周荣的事 他都跟我说了 我去找他把话说清楚 等我回来了 你想怎么解决都行 看到短信啊 王慧珍心灰意冷 哭了一夜 最后啊终于想通了 家里的两个孩子 不能没人照顾 自己啊先过好和孩子的生活 丈夫的事情 就等他回来之后再说吧 然而 王慧珍这一等啊 就是两年 顾鹏离家后 除了每月打给王慧珍生活费 以及电话慰问一下孩子的情况 婚外勤 以及外出不归的事情 闭口不谈 王慧珍照顾孩子啊 已经精疲力尽 对于丈夫的事 也从不过问 直到两天前 丈夫破天荒地打电话说 过几天要回家看看 王慧珍很意外 以为丈夫回心转意了 谁知两天后 王慧珍等来的不是丈夫 而是第三者周荣家人的围堵 这是怎么回事 门外站着一名年纪稍大的老人 和几个壮汉 老人开门见商地说道 我是周荣的爸爸 周荣失踪了 一定是你们把他藏起来了 把我女儿交出来 王慧珍听完是一头雾水 一番询问后 终于知道了 丈夫离开的这两年发生的事情 周荣的家人告诉王慧珍 当年顾鹏找到周荣后 两人旧情妇人 过起来同居生活 后来周荣怀孕了 周荣便想要顾鹏和王慧珍离婚 和她结婚生死 可是没想到 顾鹏说 老家的两个孩子还需要王慧珍照顾 所以她暂时不能离婚 听到顾鹏的表态 周荣心如死灰 认为顾鹏并不会为了她而放弃一切 于是周荣独自去医院 做完人流手术 默默回到老家 回到老家后的周荣 面容憔悴 神色恍惚 周荣父母听完女儿的讲述 也是恨跌不成高 但是看到周荣如今的状态 也不忍苛责 在家休息了两个月后 周荣称 想出去散散心 之后就再无音讯 周荣父母慌了神 当心周荣做出傻事 或者是又去找顾鹏 被顾鹏和家人藏起来了 于是在多方打听下 周家人得知了顾鹏老家的地址 匆忙赶往顾鹏家里 这才找到了王慧珍 向王慧珍要人 得知真相后 王慧珍的心里五味杂陈 他气愤地说 顾鹏从来没有回来过 我也不知道周荣在哪里 请你们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 听到王慧珍这么说 周荣的父亲 立马指着王慧珍大骂 你作为顾鹏的妻子 就应该为顾鹏的行为 承担责任 你必须赔偿周荣的青春损失费 人流营养费十三万元 王慧珍听完周家人的无礼要求 冷笑一声说 这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你们找顾鹏去 周家人看到王慧珍这个态度 不依不饶 直接闹了起来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 周家人在楼道叫骂的那一幕 见围观的人太多 周家人担心事情闹大 偷偷溜走了 周家人走后 王慧珍委屈不已 自己明明是整个事件的受害者 现如今 却要收拾丈夫的烂摊子 王慧珍第一反应 是给丈夫顾鹏打电话 可打了很久 无人接听 王慧珍越想 越提自己抱不平 于是眼寒泪水 将心事挟在了朋友圈 朋友圈中 王慧珍写道 丈夫顾鹏多年前婚内出轨 和小三周荣 有不正当关系 后丈夫不辞而别 将两个孩子扔给自己照顾 几年来 自己认绕认怨 为这个家付出 没想到 周荣的家人找不到周荣 尽量找自己要人 并索要赔偿 希望有人能找出周荣 让他出来解决这起荒唐事 在文字下方 王慧珍还配上了周荣的照片 第二天一早 王慧珍接到了 丈夫顾鹏打来的电话 原来 顾鹏在看到 王慧珍发的朋友圈后 自觉丢人 赶紧联系了王慧珍 顾鹏告诉王慧珍 自周荣走后 自己也不想再去找他了 本想着过几天 就回家看两个孩子 没想到 发生了这种事情 希望王慧珍 能删除朋友圈 王慧珍本不想删除 可丈夫却说 这些朋友圈的内容 如果被孩子学校老师 或者同学家长看到 可能会传到孩子的耳朵里 给孩子造成伤害 王慧珍觉得 丈夫说的有些道理 第二天 就删除了这条朋友圈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王慧珍就收到了 法院的传票 原告竟然是之前 权无下落的周荣 在诉状中 周龙称 王慧珍在朋友圈 发布不实信息 损害了她的名誉权 请求王慧珍 赔偿她精神损失费 六万元 第三者 尽量将原配告上法庭 王慧珍气愤极了 她立即给丈夫顾鹏打电话 让她马上回家 处理这件荒唐事 这一次 丈夫终于回来了 王慧珍顾不上 跟丈夫算账 先应付官司 很快案件开庭了 开庭当天 王慧珍和丈夫顾鹏 一起去了法院 周荣也十分苍松地 出现在两人面前 法题上 周荣声称 自己之前在驾校内的朋友 加过王慧珍的微信 朋友在看到 王慧珍朋友圈 选择自己后 截图保存 并发给了自己 周荣坚持认为 王慧珍公然发朋友圈 寻找自己 并曝光自己是第三者 影响恶劣 严重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 要求王慧珍赔偿自己 精神损失费六万元 那么王慧珍的行为 构成侵权吗 这就涉及到 本案的法律点 名誉权 我国民法典第1024条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 品德 声望 才能 信用等的 社会评价 第1025条规定 行为人为公共利益 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 影响他人名誉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 捏造歪曲事实 二 对他人提供的 严重事实内容 未尽到合理合适义务 三 是用侮辱性言辞等 贬损他人名誉 法院最终认为 首先 王慧珍朋友圈的言论 不存在上述 捏造事实诽谤周农的情形 虽然言论中有设计小三 等贬义评价 但尚在公众一般的理解范围内 其二 王慧珍发表该微信言论后 与第二天基于一删除 该言论即使产生不良影响 也仅限于他的朋友圈 故影响的范围有限 影响的时间也短 第三 周农并未提供 其社会公众评价受到影响 有其他形式的表现并提供证据 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最终 法院驳毁了周荣的诉求 也就是说 王慧珍的行为 并没有侵犯周荣的名誉权 案件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王慧珍对丈夫失望透顶 向丈夫顾鹏提出了离婚 顾鹏自知愧对王慧珍 同意离婚并近身出户 两个孩子由王慧珍抚养 顾鹏按月支付抚养费 直至孩子成年 案件了结后 周荣自觉丢人 不想留在本地 在给父母发条短信后 匆匆离开 去往了别的城市 而顾鹏近身出户后 由于每月还需支付孩子抚养费 他只能是背井离乡 去外地打工 观众朋友们 微信朋友圈虽然是网络虚拟空间 但是啊 网络已经是人们 必不可少的交往工具 绝非法外之地 第一个案例中 王慧珍因为不瞒自己的长相 冒用他人照片来获取利益 最终 不仅在游戏圈身败名裂 更是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 而第二个案例中 王慧珍被丈夫辜负 绝望之下 发朋友圈表达自己多年来的委屈 不料 摊上了官司 所幸 法院没有判决其侵权 今天的两件案例告诉我们 无论是用网络秀生活 还是利用网络宣泄感情 都不能违反侵犯他人的权益 否则可能会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好 今天的法律讲庞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女孩以为遇到了真爱 没想到富豪男友的身份竟是伪造的 另一男人为娶到心仪女孩 伪造房产证套丈母娘欢欣 两个男人为获得爱情而编造谎言 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判法 恋爱陷阱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